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当你曾经是开商MetaQuest 3S 看看在硬件层面上跟Quest 2、Quest 3有什么区别 同时试玩一些新VR游戏 看看有什么提升 还有在全新的彩色透视功能下 可以做些什么 看完这期视频节目后 你应该可以更清楚 哪一款VR头显更适合自己的 那我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始吧 先省牛 如果你一直在意鱿鱼 要不要加入VR的世界 我觉得Quest 3S是一台 性价比很高的右门级VR头显 当然它也跟其他数码产品一样 不是完全没缺点的 在节目下半部分我会细聊 Quest 3S的包装盒 感觉比Quest 3的大了一些 Bitman竟然没有翻游戏图 是不是Meta对自己的内容很有自信呢 我这次是从日本亚马逊上购买 所以Bitman的说明是日文 单头显的操作系统可以选择中文 所以问题不大 包装里除了有Quest 3S头显本体 还有一对Touch Plus手柄 是跟Quest 3同款的无环手柄 非常不环保的带有一条USB Type-C充电线 还有充电器 一个眼睛颠片 给带眼睛玩VR的朋友加上去 还有不用看的说明书 头显正面有六个圆孔 加上侧面各有一个小孔 都是内向外最重要的摄像头和传感器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彩色的现实环境 正面有一大圈黑色框是散热槽 还能看到多了不小麦克风 头显右侧有USB吸口和电源键 底下有音量键和切换虚拟跟现实环境的按钮 我自己习惯的开机就在现实环境里 给我的安全感会更高 接光面罩贴脸的材质 也改成Quest 3同款的电池布加海绵 应该不会再出现当年Quest 2这罐招 导致肌肤敏感而需要免费更换的重大事故了 但是这罐招的设计依然是主要照顾欧美人士的脸型 虽然调一下角度还能贴合我的脸 但依然觉得有点硬而且放了眼睛进去后 更在觉得不舒服 彼此为之有很大一片漏光区域 还是换回第三方配件厂的面罩会更好 例如AMVR、Kiwi Design等等 应该很快就会有新配件可以试的 软着头戴外置型的设计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不过在苏西新山是比Quest 2做的好一些的 拉紧后面能固定好不会失出晃动 对于显示区域甜蜜点比较小的Quest 3s是好事来的 不容易玩激动就看不清屏幕 而且躺下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设计唯一掰比就是容易回发型 中间一条白带我个人觉得不太美观 幸好Quest 3s的头戴是跟Quest 3通用 第三方厂商基本上不用换模具 就可以直接推出Quest 3的头戴给Quest 3s用 例如充电静音头戴 或者是带有散热风扇和显示的充电头戴 甚至加上3D打印转转件 配一个Apple Vision Pro的头戴也行哦 有钱买Fision Pro我不如直接买Quest 3啦 Touch Plus手柄的手感跟过往一样 没有最中环的设计 把红外发射器藏在面板下 更方便玩FPS游戏时做瞄准动作 按键手感偏软 板机键和握把键的回弹还行 而真的回馈比Quest 2好太多了 更重速度快一点 电池也更耐玩一些 外观说完我们可以看一下内部 如果仔细看Quest 2跟Quest 3S的硬件规格对比 有部分是升级了 但同时也有降级的部分 首先是用上Quest 3同款的新芯片 高通骁龙XR2 Gen2 和升级成8GB内存 可以无压力运行更大型的游戏 载载时间更快 整体性能更好 透视射三头从黑白变成全彩透视 这是一个非热式的进步 可以看到现实环境 让我们不至于跟外界端的联系 玩VR中途要在家里取个东西也比较方便 而射三头的质量跟Quest 3差不多 经过一年多的更新 已经没有Quest 3刚发售时 那几乎任何东西都扭曲的画面 是能正常使用的水平 另外两侧箱下的射三头 这是用来追踪身体 手部 还有手柄 但是Quest 3S 却没有Quest 3上的结构光传感器 改成两颗红外灯 帮助能看到红外线的追踪射三头 看到我们的手和附近的物体 我用上来觉得没有了深度传感器的Quest 3S 并没有影响扫描房间的速度 反而可以让我在弱观环境 甚至全黑环境下玩VR 无论是用手柄还是手势追踪 都明显好于Quest 3 所以这个阉哥我觉得挺不错的 Quest 3S的光学和屏幕跟Quest 2是一模一样 采用了非烈透镜 还有三单同距调节 一整块的LCD屏幕 支持大年183X1920的分辨率 和最高120Hz刷新率 这个看起来有点过时的光学方案 如果跟Quest 3的Pancake折叠光度相比 当然是没有那么好了 但依然足够沉浸 Eyebox和清晰度还可以 但仔细看会有下窗效应 和细微的炫光问题 既然说好像非烈透镜 满身都是缺点 但是它足够便宜 光学折损率比较低 所以屏幕亮度可以更高啦 同时因为更省电 所以整机续航会比Quest 3高 大约有2.5小时左右 跟Quest 2持平 这个就是取舍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 为Quest 2配了近视镜片 其实可以直接安装到Quest 3S上的 所以原用光学方案不一定是坏事 而一扬升器 就是用Quest 3同款 跟Quest 2相比 有很明显的音质提升 比较遗憾的是 3内5mm耳机接口没有了 如果要用耳机的话 只能用Type-C口的有线耳机 或者无线耳机 另外头显内的光线传感器也被拿掉了 根据自媒体iFixit的说法 是因为这个传感器如果暴露在潮湿水分中 会容易短路 例如是脸上的汗水 现在没有了光线传感器 Quest 3S变成定时自动视频 还有待上后 要手动按电源键开机 无接触充电口也出于成本考虑被拿走了 我觉得是Meta加低回收成本的方法 并没有说好与坏的 所以本质上Quest 3S 就是用在Quest 2的视觉效果 并加上Quest 3的性能与手柄 同时也压力给第三方厂家 做增加舒适性的配件 但我们准备周续正式带上Quest 3S后 手势设计激活过程其实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连接好WiFi网络 等待软件更新时 在手机下载MetaHorizon App 用电邮地址参见一个Meta账户 不用像以前那样用Facebook账户 再按照头显里的指示 一步一驻操作激活就可以啦 在激活星期的最后一步 还会提醒免费兑换VR大作 蝙蝠山阿卡姆之影 还有三个月的Quest Plus游戏订阅服务 如果你是从Quest 2过渡到Quest 3S 会发现所有游戏都是可以兼容的 而如果你是新手 我会强烈建议在主界面就保留透视模式 也就是能看到现实环境 还有拿上手柄去撒描自己的游玩空间 Quest 3S会自动识别地板 墙壁 天花板和家具 对于玩混合现实游戏 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可以更精准跟虚拟物件互动的 例如初次山域 是每个人逼玩的混合现实游戏 各种颜色的坏星人小球 会从墙壁跳进现实空间 我们只需要拿起手探 下手他们送回佛剑里 而且带有积分玩法 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斗高分 当然你也可以放下手柄 只用双手就能完成主界面的大部分操作 虽然没有Fusion Pro看一眼应用窗口 手指一捏就能拖动的灵敏操作 但是Quest 3s的手势追踪实际上并不差 感觉自然也容易使用 捏住窗口底部的白色条就能拖动 记得要到实验性功能里 打开多任务无缝处理和网上菜单Meta按钮 对于整个体验有非一般的提升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手势比手柄更方便 开启多任务无缝处理后 你可以在现实环境里最多同时放置6个窗口应用 加上毛玻璃效果的引入越来越有用Fusion Pro的感觉啦 感谢苹果对Meta努力辨测更新哦 我们可以一边用浏览器看虚拟大拼的B站电影或者Netflix 另一个大拼连线Steam Deck玩游戏 也可以约上朋友一起看YouTube 比起Quest 2的时候玩法更加丰富起来了 MetaQuest 3s在我看来的定位主要还是一台游戏机 Meta Horizon内容库是目前VR一体机里面最丰富的 总共有722款应用 把还在开发阶段的Early Access也算上的话 会有3000多款 升级后的XR2 Gen2芯片 运行Quest 2游戏 最明显的区别是刷养分辨率提高 终于能吃透整块屏幕 也就是比Quest 2看轻一点 而且开发者可以提高性能和视觉效果 让游戏体验有进一步提升 例如蝙蝠侠阿康姆之影 就是针对Quest 3系列做优化的游戏 还有直将推出的地铁 E型 Behemoth等等的游戏 看预告片也能感觉到VR一体机版本的画质 开始慢慢跟PCVR版本缩少差距了 不再是所谓的4399游戏 同时也有些挺有趣的游戏推出 例如刚上线正式版的大指挥家 可以指挥广旋乐队演出各种曲目 像真的指挥家一样 用各种手势玩 手中拿起一根东西 会让自己更加投入游戏里的 每首歌曲分了三个难度 比想象中更有挑战性 喜欢动漫的朋友也可以玩激动战士高达 或者经济的巨人 激动战士高达主要是互动式VR视频 再加上ML模式 让高达飞进家里面 经济的巨人我个人特别喜欢 扮演兵杖在城里飞来飞去砍巨人 而且还处在场线体验阶段 所以比较便宜 节奏关键最近也更新了不少新取报 很值得一玩的 加上好多VR游戏都集中在今年10、11、12月份 密集席推出 例如三角战略 人人一败徒弟VR 地铁觉醒 异形入侵 强号冠军VR等等 各种类型的游戏都有 根本不会说没有游戏可玩的 不过3000多款游戏里 也不至于每款都是精品 想知道有什么VR游戏推荐 可以点个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已经做过不少VR游戏推荐 介绍内容了 以后也会出更多游戏体验视频 继续推荐 唯一问题是 Meta Horizon商店里 大部分内容依然是以VR为主 但是Quest 3X的低价策略 应该能吸引更多开发者 做出好玩的浑能线式体验的 如果你有一台游戏电脑的话 还可以用无线或者有线圈流玩PCVR游戏 这时候VR游戏的画质上线 就取决于你的显卡和路由器 可以用90Hz甚至120Hz刷新率 玩超高画质的游戏 总的来说 如果你从来没有玩过VR或者MR 已经观光好久想入坑 却不知道选哪台设备 或者本来有Quest 2 但预算比较吃紧Quest 3X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 在暗光环境里的追踪表现更好 而且追踪范围更大 有续含更久的电池 非常适合玩游戏 娱乐 健身 甚至理想的话 还有点生产力 而且MetaQuest的系统更新很频繁 会突然更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出来 是一台成长系数码产品 128GB容量只需要299每到 256GB容量 399每到 我个人觉得128GB已经适合大部分人了 一台机器能同时提供多种价值 非常精致实惠的 在日本亚马逊 只有到国内 结合人民币2400元左右 在国内你可能还需要花点精力搞定网络限制 不过有心解决的话 还是能找到方法的 假如你预算充值的话 可以直接上Quest 3 分辨率比Quest 3X多30% 可是范围更广 能调节更精准的同具 还有保留了3.5mm音频接口 现在官网只有512GB容量版本 要499每到 原来的128GB不会再出新货了 所以国内地上方的售价 过一段时间应该还会调整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不移的PCVR串流玩家 我反而会更推荐配控4 或者继续用你现有的设备也挺好的 我个人会继续用Quest 3 但Quest 3X也会留下 因为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玩双导游戏 所以你觉得MenaQuest 3X能吸引到你入坑玩VR ML吗 或者你会再存一下钱 直接升级到Quest 3 如果你对Quest 3X有任何问题 也请记得在弹幕或上方评论区告诉我 非常想知道你们对Quest 3X的想法哦 以上就是本次顺便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我会在上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会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长王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运河照射的XR准备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